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的曲线的绘制 就是大名鼎鼎的贝塞尔曲线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贝塞尔曲线 基本上在任何的绘制系统里 包括如果学过图形学的同学 一定也都知道贝塞尔曲线 那么贝塞尔曲线背后所蕴含的数学的公式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也不在我们这个课程的讲解的重点里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主要还是让大家掌握如何使用贝塞尔曲线进行绘制 在具体的讲解贝塞尔曲线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下Arc2这个函数 那么通过上一节的介绍大家知道了 我们如果使用Arc2函数 首先需要使用Move2函数移动到一个初始点的位置 之后在Arc2函数中传入了两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参数实际上是一个控制点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中止点 那么这三个点形成了两个线段 Arc2则根据这两个线段绘制出一个与这两个线段相切的圆弧 只不过在Arc2函数中 X0Y0并不是圆弧的起点 X2Y2也并非是圆弧的终点 尽管如此 这个范式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也就是指定开始点 指定控制点和指定结束点 我们要学的第一种BaseR曲线的绘制方法 又称为二次BaseR曲线 实际上它的使用和Arc2函数非常的相似 如果我们不顾BaseR曲线背后的数学含义的话 其实它比Arc2函数更好用 而且含义也更加简洁明了 那么它也是只需要指定初始点的坐标 控制点和结束点就可以了 那么同Arc2函数一样 我们首先使用Move2这个函数来指定初始点 之后使用QuadraticCurve2这样一个函数来指定控制点和结尾点 和Arc2函数不一样的是 在QuadraticCurve2这个函数中 X0Y0就是这个曲线的起始点 X2Y2就是这个曲线的终止点 当然了这样一来 这个曲线将不会是一个标准的圆弧 曲线扭曲成什么形状 是由X1Y1这样一个控制点来决定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BaseR二次曲线 QuadraticCurve2这个函数 所绘制出的曲线的样子 那么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形象直观的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函数的绘制效果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页面的左侧大部分范围是绘制的效果 同时起始点控制点和中止点被着重标示了出来 而右侧相应的有生成的代码 那么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改变这个控制点的位置 这条曲线会相应的进行改变 那么这个就是二次曲线的效果 在这里依旧是提醒大家注意 对于QuadraticCurve2这个函数来说 起始点的坐标和中止点的坐标 同时就是这个曲线起止和中止的坐标 这一点和Arc2是不一样的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使得QuadraticCurve2这个函数比Arc2更加好用 也实用 那么大家可以仔细的玩玩这个网站中的这个互动式的交互效果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是非常有用的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思考一点的话 自己也能做出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互动式的小页面 那么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交互式页面 已经可以很深刻的理解 QuadraticCurve2次曲线的使用了 那么在这里我只是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我们绘制月亮的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只有在PathMove中 我将原来的绘制月面内弧的那一个Arc2函数 改成了使用QuadraticCurve2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改写成这样的之后 后面的参数传输变得非常的简单 我只需要指定控制点 我放在这个位置1.20 并且它的中止点就是01的位置 那么一条相应的弧线就绘制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于使用贝塞尔二次曲线的时候 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 大家不很容易通过控制点的位置 来掌握这个曲线真正的弧度是多少 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大家多实验 也可以使用刚才介绍给大家的工具进行观察 来绘制出自己希望绘制的图形 大家加油